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大概在三個月前 我在復興這條路上 復興北路上面 我一段路 就看到有10家店在招租 這是我以前沒看過的 另外一個我就發覺到 不只是特賣店多了 還有一個叫做按摩院 變多了 我過去經常講說 到東南亞國家 或者落後的城市去看 你發覺的按摩業特別多 為什麼 這個按摩店 好像這個成本比較低 也是分的這個制度 但是我現在發覺到 台北市現在 全台灣到處的按摩店都很多 大家壓力都很大 所以需要去按摩嗎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壓力大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許多傳統可以賺錢的產業 比方講像餐廳 像其他的零售業 慢慢都已經沒辦法生存了 沒辦法生存的話 這個產業可能還可以生存 這就是一個經濟型態的 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我另外要講一個例子 大家都講說 路客我們不需要 民進黨當然講 路客我們不需要 我們自己可以做生意 可是你到歐美 你到韓國 你到日本 你到新加坡 你到亞洲 哪一個國家不歡迎路客的 你去看看哪一個國家 不歡迎路客 你到法國 你到義大利 你甚至到韓國 你到日本 許多的店都有顧 會講中文的店員 到處都是 這個有錢可以賺 你不賺 我覺得那就是傻瓜 對不對 路客你不要把他當作是其他的人 他是一樣的觀光客 我另外要再講 我們過去努力到現在 為什麼歐美的觀光客這麼少 你不要講路客不來 我們說我們不要完全靠路客 歐美的觀光客你吸收得到嗎 不要講歐美的觀光客了 你現在外資來不來 不來 民進黨講說我沒有改變現狀 怎麼沒改變現狀 我現在到處聽民進黨的 都沒有講中華民國 都講台灣價值 我們要捍衛台灣的尊嚴 我們要捍衛台灣人民的權益 你為什麼不講 我要捍衛中華民國的價值 捍衛中華民國人民的權益 我現在不要講任何的 其他的事情 你天天用一個劍拔奴章 的態度來對待你自己的人民 你如果今天在這個台上 講了這些話 有的時候你講一下公道的話 很多的台 很多的民進黨人就講說 你是媚共 你是賣台